各位观众老爷 岛上中午晚上新年好 我是老B 欢迎来到大局一定 强军百年目标是越来越近了 这全球最大规模的两期登陆作战 似乎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我们本期来讲讲两期作战 我们先从各位观众最喜欢的实战案例讲起 比如我军机场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期登陆战役 金门战役 海南岛战役 以及一江山岛战役 特别是一江山岛战役 呈现了我军登陆作战理念 从二维到三维的转变 1954年 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所占据的岛屿上 已经建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其防务由大臣防卫区司令部组织实施 刘连一任总指挥 守军主要是每些装备的第46师和六个突击大队 还有十余艘海军舰艇 经常在此海域游异 总兵里两万余人 一江山岛是大臣岛外围的重要据点 驻有一江山地区司令部以及所属的反共救国军 一千成87人 这只有三道防御阵地和四层火力 地面防空火力为中小口径高射武器 所谓是火力严密 防御丰沛 解放军方面 本次战役陆海空三军参战 打17个兵种28个战术群 与敌军相比 占绝对优势 从数量上来看 其中步兵四个加强英 3600人 从兵力运用的规模上看 一江山岛战役似乎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但确实这也是联合登陆战斗的特点 这场战役 解放军实际登陆兵力并不多 但其他支援兵种和后勤力量的规模 十分旁满 原因就是在游海巷陆这种高风险的战场环境下 就要采取一切措施将不可控因素 为登陆作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最小 来提高登陆战役成功的可能性 这种跨军兵种联合作战 对防守一方兵力形成完全压倒的优势 可以说是成功的必备条件 一江山岛的整体作战流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夺取制海权和制攻权 但以对空来讲解放军空军出动 王牌部队空三师和空十二师 两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王牌部队 共出动米格15比斯168架次 进行战斗空中巡逻 成功夺取制空权 值得一提的是空三师的继承者 正是前几天 在央视军事频道拜年的王海大队 这一波打击直接让蒋军空军 只敢隔海摇旗纳喊助威了 在第二阶段则进行空中情报侦察 这一点在案例中的体现就比较特殊 早在1951年12月中旬的时候 我军一度攻占过一江山岛 并充分了解了岛上的具体情况 在1954年11月1日起 解放军空军与海军航空兵 在战区开始执行侦察任务 为后续的登陆提供重要的情报支撑 第三阶段开始轰炸目标岛屿 降低敌方火力密度 在这一阶段 各军种对火力的运用 真可以说是狂轰烂炸 空军伊尔什俯冲攻击 用火箭炮和23米机炮 对国军有生力量 也能疯狂收割 吾尔和拉11编队 一个负责堡垒开瓢 另一个护航的时候 顺便对跑出来的目标进行捕刀 而吾尔鱼雷机编队 对试图支援的舰队挨个点名 1955年1月18日上午8点整 由51架强击机和轰炸机 组成的混合编队 在尖击机的掩护下 进入一江山岛航线 首先对一江山岛的指挥部 雷达设备 炮阵地 以及重要设施进行猛烈轰炸 第一轮轰炸后上午9点 设在头门山上的陆军和海军炮兵 组成的55门火炮一起发射 一江山岛上山崩地裂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炮轰中 我军共进行了七次火力集袭 共发射一万两千多发炮弹 那值得一提的是 我军在战后的评价是 本次战役中 年轻的我军航空兵 全面展示着现代战争中 空中力量的使用方法 很多科目当时的国军空军 还真是不会 整场战争中 我军全部参战飞机 没有一架被击落 只有八架图尔和伊尔什 轻伤 第四阶段为战前筹备阶段 前面的兵力准备啥都有了 各位都看得到 我们现在说一个小细节 在这次战役中 空军方面建立了三军 共四百多部电台的 无线电通行机构 确保了三军联合作战时 各军兵种互联互通 为此 我军还运用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让空军指挥员和炮兵指挥员 跟着陆军一起进攻 及时呼叫空中火力 对地实施支援 开展空中与地面间的协同 这场战役建立了 我军历史上最早的目标引导组 这与目前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中的 战术空中控制组 及目端攻击控制员比较类似 正是这些前期工作准备十分充分 才大幅度减少了登陆部队 在登陆时遇到的风险 美国和苏联学者 对一江山岛登陆战役的评价 无一不对这场战役展示出的50年代中期 人民解放军惊人的学习能力感到惊讶 与二战中的登陆战力相比 我军在一江山战役中的伤亡比例并不高 苏军顾问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首次见识登陆作战高伤亡率的 我军指挥员仍然深感震撼 战后张爱平将军就曾对战役中 我军伤亡数少见的超过敌军一事 感到愧疚 当然了 这场胜利的战斗 也确定了两期登陆的三个基本步骤 一是联合封锁作战 对目标岛屿及其周边海域 进行制海权 制空权 制电磁权 制信息权的争夺 彻底封锁该地区 这在我军作战理念中 统称联合封锁作战 作战强度可能不高 只会进行有限的火力打击 意图封锁岛屿或者地区 同时防范外敌的渗透干扰 这一阶段将以海空火电力量为主 这一连作战行动 可能是之后大规模作战的前奏 也可能是为政治谈判做铺垫 比如去年的联合利剑 大型岛屿联合封锁作战演习 颇有一番意味 二是联合火力打击作战 这个作战行为以火空力量为主 以导弹、空袭等手段打击军事、政治、 经济等目标 瓦解敌人抵抗意志 为政治谈判做筹罢 如果不成 随时可以转为进攻作战的火力准备阶段 三是联合两栖攻击作战 与前两种作战是相辅相成的 也是两栖作战的最中章 在一江山岛登陆之前 我军在其他区域也进行了数次登陆作战 对战役的学习感悟颇深 其中两次大的战役非常值得一说 首先是金门战役 这场战斗以9000余解放军被俘被奸 同时消灭对方9000余人的残烈结局 而宣告失败 此次战役暴露出来的缺点有 船只的质量和数量跟不上作战要求 登陆作战的战役指挥机关能力薄弱 部队未能进行两栖作战训练 对战场情报自然条件不掌握 缺乏反装甲武器等等 这些原因的积累导致了战役的失败 而海南岛战役则是解放军 以第15兵团两个军的兵力 直面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 共计10万人组成的陆海空 立体防御体系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最终以解放军 歼灭国民党军队3.3万人的战绩 成功解放了海南岛全境 在海南岛战役开始之前 15兵团秉持着高度重视的态度 在战前筹措了大量船只 与民工一同创造了 保障主力部队渡海的物质条件 在充分熟悉当地自然条件的前提下 合理选择风向与登陆点 并且在登陆前掌握了充分的战场情报 同时部队训练充足 官兵上下一心 战役指挥机关能力强 隐瞒战役企图效果好 搞到什么程度呢 直到岛上守军被40军和43军合为前 国民党的指挥机构都以为 还是我军的小规模偷渡 历经多年发展积累了这么多经验 再加上演训场中的各种高强度对抗 我军两期登陆部队 当下的建设水平可以说是 全球范围内质量最高的意志作战力量 跟当年相比 现代作战打击距离更远 信息获取手段更多 武器装备一旦暴露 就会立即遭到打击 现代作战已经不可能复刻诺曼尼登陆 再让突击单位顶着暗滩火力猛冲 让战列舰顶在防守方脸上打直瞄 玩什么霸王硬上弓了 但以信息获取能力来说 哪怕菜如鹅乌 单车侠一干时全身而配 两台不来则利 二五炮暴起特90M这种巨大乐的视频 一两天就上电报或者微博 这种信息获取手段 用在火力打击与投射上的威力可想而知 信息技术加持于武器装备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催生了超地平线登陆的作战模式 成为了现代两栖登陆作战的主流 美军根据二战时期两栖登陆的战斗经验 又提出了垂直登陆的理念 基于直升机这类灵活携带步兵的飞行器 将步兵从海上往陆地投射兵力的做法 在入侵格林纳达的暴怒行动中 通过综合运用垂直包围 机将夺战空中分析三种作战样式 使得这一理念在实战中大放异裁 开战之后 突击部队通过运输直升机 迅速抢占了交通枢牛 在夺取主要机场后 美军对针对格林纳达内部孤立的防御据点 再次利用运输与攻击直升机配合机枪作战 使得格林纳达许多的摊头阵地 一枪未发就已失守 三天之内战争结束 现在两栖作战核心的目的还是和以前一样 就是输送兵力上岸完成突击 想要在这个环节上降低被打的风险 就需要对敌方福利点 指挥控制设施的目标进行打击 消灭部分岸上的危险 在登陆部队巩固登陆场地之后 往纵深区域移动之前 海空军需要配合登陆部队进行 对空防御和对海防御作战 防止敌人组织力量进行反冲击 同时为了保护登陆兵团的大本营 登陆舰或者抵近支援的战斗舰艇 还要完成对潜防御 所以整个两栖登陆大部队 向前需要完成两栖输送 两栖突击对岸火力支援 打击对空协同防御扫掠领破障的任务 把人和装备送上岸并保护好 向后又要做好后装保障反潜反舰的工作 在人工港等可靠的运输节点建立之前 保留船团这一有力的支援手段 以保障后续部队进一步上岸 任何部队要完成一次成功的现代登陆 就必须要涵盖上面这些要素 这也是为什么登陆作战需要进行 海陆空天协同一体化指挥调配的原因 也必须要建立跨军中的联合指挥部 我军这里就以某岛为例 未来登陆作战将会是多点开花的形式 相较于过去三维空间的登陆作战之外 还会进一步拓展至电磁权和至信息权的维度 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融合陆海空火天多种力量 作为一个高度合成的诸军兵种要素的军事行动 你不能指望单靠冲滩的兵力突击单位 划身成为森布式僵位 用车上的升官火炮直接把对面暗探火力全扬了的这种事 在以往的援火与合成陆军系列视频中 我们也多次强调过火力代替兵力的重要性 以火力投射的手段来看待现代两栖登陆作战的话 需要进攻一方 相对于防守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 力量的强热对比不仅包括 进攻一方的海空兵器兵力的数量与质量的总和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 指挥控制能力 这里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下 登陆部队是如何在联合作战环境下 利用指挥控制能力保持火力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的 关于这部分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登陆部队对敌方节点设施的发现与打击流程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进攻一方在通过卫星与光电手段交替侦察纵身区域后 发现了防御一方多个指挥控制设施与通信设施 此时如果只协调前方冲滩的登陆部队在暗滩组织火力打击 不仅会影响整体作战进度 而且只靠单一要素组织火力打击 它毁伤效能也会变得十分低下 这时就需要登陆部队运用类似联合指挥自动化系统 通过专家系统等决策软件 对各种侦察手段获取到的目标信息 进行判读并编组分类 各军种在匹配编制内各兵种武器平台的毁伤效能 综合选择效能最高的打击方案 最后输出目标打击序列 给指定的单位执行火力打击任务 在资源的管理上 还能通过各类传感器 运用物联网的方式 监控武器装备平台的各类弹药消耗状态 实现对火力打击资源分配管理的可视化精确化 保证落到对方头顶上的弹药 没有一发是浪费的 这种做法既满足了火力的高效运用 又保障了火力的可持续性 可谓是一举两得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上路 关于登陆部队的战术实施部分 这里我们就以各位塔利班朋友 观众老爷们最喜欢的冲滩为例 在最后一个阶段 也就是在离岸滩两到五公里处的位置 部队要快速冲击滩头 人员下车 气垫船上岸投放主战装备 部队正式登陆 核心目的就是让突击力量下船 完成对陆地的突击 开辟登陆场地 往纵深方向移动 上路阶段一定要快 绝对不能停留 整个突击过程中 敌海空机暗机的火力将集中于海上目标 对我实施全面打击 对海上行进装备造成巨大的威胁 两栖装备在海上突击速度越快 逗留的时间越短 暴露于敌火力威胁下的时间就越少 受损伤的概率也就越小 一部分的装备会在冲击前换乘至气垫船 实施快速突击 其余装备将采取自由泛水 实施突击 两者相比 气垫船速度更快 海上逗留时间也就更短 此时154清潭或96会乘坐气垫船上岸 支援步兵攻坚拔点实施突破 进行机械化装备 乘气垫船或幅度登陆后 突冠敌防线 穿插侧击敌军 两栖装备 泛水边摸 正面鹰缸 摊头守军 同时这一阶段会对敌无限通信网络 摊头火力点 纵身阵地 进行电磁和火力压制 在上岸这一时段要面对的 不光是敌防火力 还有敌障碍物 是的 最重要的就是破障 集结雇兵 攻兵 运用各种方式开辟通路 摩德在一些比较好的潜在登陆点 设置了不少永久障碍和雷厂 确实要花些功夫才能拔掉 这一阶段部队会暴露于贪头难以激动 恐怕是登陆过程中最为惨烈的阶段 与此同时 机将和散将部队应配合上岸部队 实施垂直登陆作战 实施空降超越逆向攻击 完成前行攻制乃至包围 空降兵着陆前 要以强大的空中炮兵火力 开辟空降场 空降兵发起攻击后 应予以不间断的火力支援 同时对敌反空降部队实施火力折断 保障空降部队集中主要力量 实施超越作战 逆向攻击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空降部队需要赶在敌方 主力反空降力量支援之前 与正面部队完成合围 要正确选择空降作战的时机 过早容易暴露企图 被敌军围攻 过时 算难以配合正面战场发挥作用 空降地域的地形 应足够平坦开过 纵身应与空降兵的攻击能力相匹配 如果纵身过大 空降兵就难以在短时间内 与正面部队会合 大猫VDV突袭机场 就是个反例 回到摊头 陆战旅两栖合成旅 以连为单位作为尖刀 以合成型为单位作为重锤 和岸上守军硬刚 上路部队要设法迅速扩大战国 破宽登陆场地 并保证好侧翼 以便接应更多力量上岸 在巩固登陆场的基础上 上路部队要迅速向敌纵身发展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 要持续对敌纵身阵地实施火力压制 一个岸上突击战术群 正面宽度为10到20公里 每公里需要10到20门炮 才能确保足够的火力 那火力压制的纵身 要超过一般合成率所进攻的距离 以便与刚才说的敌后空降作战形成配合 这也是给陆战队配处15火炮的原因之一 因为陆战队的侦察力量和手段 可以与15火炮的打击距离相适 通路开闭后 突击群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我们的突击兵力编组是 群队式编组 而不是梯队式编组 如果采用梯队式编组 那么梯队兵力编组成功与否 就完全取决于第一梯队的表现 如果第一梯队受到了较大损失 那么剩下的登陆梯队也就没后劲了 而群队则是取决于火力打击的效果 优势在于稳定性和抗毁性更好 出击群应在巩固登陆场的基础上 迅速碎形岸上战斗任务 向敌纵身大战进攻 在这一阶段 前几波次的登陆部队可以修整 改由后续上乱部队 比如说陆军合成部队来实施 快速机动 追击残敌 通教兵也可以连续实施挖跳战术 然后对机动道路接点通信接点 重要人物目标 重要建筑发起进攻 如果观众老爷想听后续 那收了两个币就别留着了 对于如何实现旅游团 在强军战车上吃到台湾鲁肉饭 我军其实已经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和实践 宝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换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 新的一年里我们还是希望和平能长伴我们左右 我是老B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记得三连 反响好的话下期见